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美国总统乔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最后一次演讲 这是一场承载着他外交政策遗产的告别秀 他在演讲中强调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并呼吁对全球合作与联合国改革的重视 拜登名言 他希望负责任的管理与中国的竞争 避免冲突 并强调了美国在南海的军事压迫和不公平经济竞争上的立场 他呼吁全球领导者 特别是那些紧握权力的专制者 认识到把权利移交给年轻一代的重要性 并回顾了自己职业生涯中的重大历史事件 不过 拜登的演讲中也隐约显示出他的担忧 如果特朗普在明年大选中胜出 他的许多政策可能会遭到逆转 他对强化与志同道合国家的联盟充满希望 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 当前的美中俄紧张关系正在全球造成不稳定 还有 拜登提到了一个全球联盟应对合成毒品威胁的倡议 目前已扩展到158个国家 但中国却未参与 拜登在任内的药物过量死亡率有所下降 这是否能持续下去 将是他任期结束前的一大考验 这场演讲不仅是拜登的告别 也是对未来国际关系的深思与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宁静氛围中 美国总统乔拜登最后一次登上联合国大会的讲台 向世界领袖们发表他任内的告别演说 这场演讲不仅仅是一次告别 更是一场充满回顾的盛典 回顾了拜登多年的外交政策成就 特别是与中国的微妙关系 拜登在这次演讲中强调了联合国改革的重要性 国际联盟的必要性以及与中国竞争的管理 他重申了他的政府在面对中国的挑战时所采取的立场 并呼吁各国共同合作 应对全球性挑战 他告诉满场的听众 我们寻求负责任的管理与中国的竞争 不使其演变成冲突 我们随时准备在紧迫的挑战上合作 为我们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 这句话不仅是对中国的呼吁 更是一种全球治理理念的体现 然而 拜登也毫不掩饰地指出 美国将毫不犹豫地反击不公平的经济竞争 南中国海的军事威胁 以及保护最先进的美国技术 这些伙伴关系并不是针对任何国家 而是为了建设一个自由 开放 安全和和平的印度 太平洋 这种明确的立场展示了拜登政府 在处理地缘政治问题上的果敢和决心 拜登还特别提及了美国最近与北京恢复合作 以遏制致命的合成毒品流通 我感谢这次合作 这对我的国家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很重要 这一点不仅体现了拜登政府在打击毒品问题上的努力 也展示了中美合作在全球问题上的潜力 拜登的外交政策在他多年来的职业生涯中 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 这次演讲更是他职业生涯的苦乐参半的告别之作 今天是我第四次以美国总统的身份有幸在这里发言 这将是我最后一次 他如此感慨道 在演讲中 拜登提到他的政府与盟友加强合作以对抗中国 以及民主与威权主义之间的明显区别 他呼吁全球领导人 特别是那些执着于权力的威权主义者 认识到是时候将火炬传递给年轻一代了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担任总统是我一生的荣耀 他说 尽管我热爱这份工作 但我更爱我的国家 拜登还回顾了他职业生涯中的非凡历史 从越战到南非的种族隔离 再到九十一恐怖袭击 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 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他呼吁领导人们不要视而不见或感到疲倦 而是要坚定地反对侵略 尽管拜登在演讲中强调了联合国改革的必要性 但他并未提及 如果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11月的选举中胜出 他的许多倡议可能会被逆转的可能性 特朗普以美国优先的立场著称 他的回归可能会改变拜登的外交政策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周二警告说 美中俄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 正在全球范围内造成附带损害 世界各地的不稳定是权力关系和地缘政治分歧的不稳定的产物 古特雷斯说 尽管冷战有其缺陷 但它有规则 有热线 红线和护兰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地缘 政治分歧的空间中为所欲为 没有问责 拜登还定于周二晚些时候主持一个关于芬泰尼和其他合成毒品的峰会 中国仍然是芬泰尼及其前体成分进入美国的主要来源 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11月于加州举行的峰会上承诺将解决这一问题 但与拜登的乐观言论形成对比的是 美国官员批评中国缺乏合作 促使拜登政府采取了更集体的方式 自拜登在2023年7月推出全球应对合成毒品威胁联盟以来 该联盟已经扩展到包括158个国家和15个国际组织 该小组旨在阻止生产 检测新威胁并促进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 然而中国尚未加入 当拜登在2021年1月上任时 美国的药物过量死亡率每年增长超过30% 然而最新的临时数据显示 过量死亡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下降约10% 这一点体现了拜登政府在打击毒品问题上的有效措施 这次联合国演讲不仅仅是拜登回顾过往的总结 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展望 他用一种深情的语调告诉世界领袖们 我们将继续加强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 这句话中透露出一种希望 寄望于全球领袖们能够继续推动他的外交政策遗产 拜登总统第四次 也是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这仿佛是一场在国际舞台上上演的精彩谢幕表演 老拜登一出场 立刻俨然成了聚光灯下的主角 吸引了世界各国领导人的目光 按照微报的说法 这位美利坚和众国的领袖在台上侃侃而谈 像是讲述一部厚重的历史书或者是回忆录 拜登首先把话题引向了俄乌战争 简而言之 他直接点名普廷 说他那伟大的征服计划已经失败 想象一下拜登仰天大笑的场景 他说 普廷 活计 你发动战争的核心目标已经失败了 拜登谈到自己在华府几十年的经验 以及敌人如何变成盟友 他特意提到美国与越南的关系 拜登语气深情地继续说道 好消息是普廷的战争在核心目标失败了 这种幽默的调侃风格 可真是让现场的听众忍俊不禁 然后 他继续高举支持乌克兰的大旗 说要一直支持基辅 直到实现持久和平 听得乌克兰代表团的成员都眼含泪光 拜登称普廷着手摧毁乌克兰 但乌克兰仍然自由 他着手削弱北约 但北约比以前更强大 更团结 拥有芬兰和瑞典这两个新成员国 这是典型的拜登是幽默 话中带刺 却又带着一种老派政治家的温情 随即 拜登话锋一转 向世界领袖们发出动员令 但我们不能松懈 世界现在有了另一个选择要做 我们将继续支持 以帮助乌克兰赢得这场战争 维护其自由 还是置身事外 让侵略得到延续发声 一个国家被摧毁 拜登的语气变得严肃 像是在给一般顽皮的小学生训话 我知道我的答案 我们不能感到疲惫 我们不能转移目光 我们不会放松我们对乌克兰的支持 直到乌克兰根据联合国宪章赢得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接下来 拜登把目光投向了中东 这个他总是挂在嘴边的地区 拜登呼吁加萨走廊 战争停火 释放10月7日跨境攻击被抓走的那些人质 他还特别强调 在黎巴嫩的危机中 全面战争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这段话在世界日报的报道中被大篇幅引用 拜登仿佛一位长者 语重心长地告诫那些在中东搞事情的人 伙计们 全面战争可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接着 拜登警告说 世界不能走向孤立主义 我们不能像乌龟一样把头藏在壳里 他说的这段话 像是一位睿智的老教授 在给新生们上第一堂壳 拜登还提到自己退出总统大选的决定 他说 有些事情比掌权更重要 那就是你的人民 别忘记我们是为人民服务 这番话让现场掌声雷动 仿佛全场上下都在为他这位即将卸任的老将鼓掌致敬 无论是对俄乌战争的评价 还是对中东局势的建议 拜登都展示了他作为一位资深政治家的远见着实和深厚的政治智慧 在国际舞台上 这位74岁高龄的政治家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不凡魅力 让人们不禁感叹 老谋深算 拜登依旧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拜登的联合国告别演说可以说是他外交政策的一个完美总结 他强调了与中国的竞争需要负责任的管理 以避免冲突 这不仅显示了他对全球稳定的关注 也展示了他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智慧和成熟度 毕竟 谁不想要一个和平的世界呢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拜登是个救世主事的 但你没提到美国在南海的军事行动和对中方科技的打压 这些行为难道不是在挑衅吗 就像是说自己要和平 但一边又不停地煽风点火 这不是双面人吗 还有 他说的那些负责任管理竞争 难道不是掩饰自己失败的外交政策吗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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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回来